好 手机是不是新的 这个规格是越来越好 我们就来看到是鸿海传出 7月将会试产新的iPhone 那么4月中在开始 我们看到富士汤的郑州厂 就已经是重启招工了 苹果可能会推平价的iPhone 那到时候将会和红达电的N4 正面对决 而我们看到韩国的三星 在最新的S4广告当中 更是直接冲着iPhone 5来猛批 直接拿iPhone 5来讽刺对手功能少 三星新的S4手机广告 可说是获利全开 三星追了苹果对手打 因为外传苹果最快7月 就要推出新品 面对对手强力抨击 外界认为苹果现在的产品 可能要靠弯曲来反击 萤幕可以弯曲不锡 其连电池也可以弯 而且不再是传统四方形 苹果两项电池专利 被认为是新iPhone 反击对手的秘密武器 下来的iPhone除了能弯 还有更便宜的低价iPhone 某个大通就预言 未来中间手机市场 将形成三星苹果双垄断的局面 下半年的话应该是属于中间 或者是量化的机种 它的一个战场 可能会压缩到的 就是目前正在打中间市场的厂商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其实在这几年中华库连 苹果三星低价机种大火拼 台湾的宏大电预计 也要推出New One缩小版 4.3寸萤幕的HT7 M4 供应链早就全面备占 现在就看到时候 谁的手机卖最好 东东产产音新闻周报导 现在就有机会 在这几年中华库迟上的 三星苹果双垄了